这是一条非常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 说的是一个已婚已育的女模特 同时交往18名男性 诈骗200多万元 有的人痴情到不仅跟她拍结婚照 还卖了房子 把房子卖了来讨她的欢心 但是谁能料到 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已婚已育的人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时间点 对这个人的行为都提出很多疑问 当然受害者也有疑问 正因为一位受害者发出疑问以后 这个案子才有了这么一个转机 所以能够周旋于十多个男友 弄到现在 你可见这个婚姻市场有多混乱 很多人也觉得很奇怪 但是有一点 在恋爱当中的无论男女都是懵的 都智商要下降好多成 所以遇到钱的事情 说来其实钱也不算多 200多万 十多个人嘛 周旋的十多个人 每人才花没多少钱 所以如果交往一个人 就让人家花200万 这种事情也常有 所以真的不知道这个人 怎么会这样的迷人 但是谎言总有一天会拆穿 生活当中 你要是遇到这样的人 你能抵挡住这个诱惑 能够清醒理智地 处理自己的恋爱吗